華碩這款UX533 它的顏色叫做皇家藍 這個皇家藍的山藍色 在華碩經典的同性人髮絲紋上面 也可以呈現出很多的光澤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華碩這一台ZenBook 它的型號是UX533 那它的特點就是 其實大家看到包裝就可以看到它的邊框非常薄 所以我非常期待它的大小和它的重量 那我們就馬上來開箱它吧 打開來以後就可以看到UX533 就在我們的正中間了 那我們先把它拿起來放到旁邊 把配件也都拿出來在一起開 好 然後 右邊這邊 就有 充電器跟充電器的線 這是充電器的線 這個是充電器本身 它是19伏特 4.74安培 所以大約是90瓦的 好 這邊有一包 然後還有使用說明書 還有保固卡 我們再來看 這個地方 其實它有一個 附一個套子在這邊 很多人不知道 然後開箱完以後就把 那個 箱子就丟掉了 但其實華碩還是有附套子的 以前比較多是附那個 電腦包 現在很多都附 這個套子 其實也比較好看 像這樣子 它可以把筆電放進去 那我們先把這個套子也放旁邊吧 這樣子收起來 華碩這塊 UX533 它的顏色叫做 皇家藍 這個皇家藍的山藍色 在華碩經典的 同心圓法斯文上面 也可以呈現出很多的光澤 而UX533的正面 則是有一個金色的 華碩的logo 那我們接著也來看它 周圍的IO port 在側邊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有 這三個是散熱口 然後這邊有一個USB2.0 以及一個耳機耳麥的接口 在右側 這邊 還保留了SD卡的接口 以及USB3.1 Gen2的Type-C接口 以及一個Type-A的接口 這兩個都是USB3.1 Gen2的喔 這邊還有一個HDMI的接口 以及電源充電的接口 那我們馬上來看看它的螢幕 到底有多薄 哇 這個邊框大家有看到嗎 真的非常的薄耶 我們等一下也來量量看它到底 邊框薄到什麼程度 已經跟以前比起來真的是薄很多了 以前的還比手指還要出現在的 天哪 超薄的 光網上面是寫 這個側邊兩側的 螢幕的寬度是3mm 那我們實際上來量量看 實際上量的話是4.25mm左右 那上邊框的厚度呢 官網是寫6.4mm 那我們實際也來量量看它到底有多薄 上邊框的間距是7.46mm 看來這個量出來的數據都比原廠官方 標的還要再厚一些 不過我覺得這個還是非常非常薄了 現在我們就要把UX533的下殼打開 來看看它裡面的構造 那它這邊使用的 一共有10顆 用的是T5的螺絲 所以我們用T5的螺絲起子來把它打開 好 螺絲都拆完以後 我們就要把底蓋打開囉 UX533是有兩個風扇的散熱方案 然後這邊有一條是可以更換的SSD 這條SSD是來自於WD的512GB的SSD 那就官方給的數據 所以這條SSD它是雙通道的SSD 我們可以看到它是單面的 然後這邊也只有一個 儲存的幾顆粒而已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處理器跟顯卡 以及旁邊的IO port 還有散熱 這兩個散熱 然後電池這邊的話 這邊有一個是喇叭的接口 那喇叭連接下來以後 這邊又有另外一條線接過來接到 右邊的喇叭 然後電池這邊它有給告訴我們說 它用的螺絲是M2的 跟不同 三個M2的不同長度的 那我們就把它拿下來看看 好 然後 這邊拔完以後 我們就來看 要先把喇叭也卸除 所以我們要把喇叭也拿下來 那我們先把電源的斷開 電源先拔開 然後這邊是喇叭的接口 喇叭就可以拿起來了 OK 好 電池就可以拿起來了 我們發現這個電池很特別 它其實有兩層 左邊跟右邊 剛好都有一片 然後中間有一片連接 這兩片電池 然後中間空的這一塊 就剛好來放 舒控板 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啦 或許沒意外的話 也會和大家聊聊使用的心得和感想 我們不定期在YouTube抽獎 敬請期待 邀請您按讚、訂閱、分享 來支持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